接下来上场的委托人呢 他带来了一幅作品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是我国的香秀 这幅作品呢 出自于一个左手残疾的女性 她就是这样多年来 凭借着一只手 一针一线 坚持着香秀非宜的传承 今天她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有请委托人杨凯奇 你好 这送给您的白骨 这是您的熊猫 这也是您自己绣的吗 这是我们两位残疾朋友绣的 您可以看到它都是双面绣 所以两面是一模一样的铜案 是 很精致 为什么要把熊猫送给我 我是国宝吗 对 我觉得因为您主持的节目 我都有看 然后我觉得您在我心目中就跟郭鲍一样 是郭鲍是吧 那我在您心中为什么是这小猫呢 它是一只白狐 白狐 对 我觉得白狐应该是对一位女士的尊称 是吗 因为白狐它是高贵 而且对感情我们说是情有独钟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您能跟我们先说说刚才欣赏到的这幅作品 您秀了多长时间 一般的老师傅的话呢是50天 但是我呢因为一只手比较慢 所以我用了80天 然后呢我也带了一系列我秀的作品 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有请 这些都是我亲手秀的 这一幅主题的名字叫翠鸟 它是我去年拿了金手指前30强的一个现场的参赛作品 嗯 这一幅的主题叫麦田单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背面 包括金色的麦田 全部是用一针一线去绣的 包括它的背景 那这幅用时的话 我大概是用了七个多月 这个的话呢 是一幅放到餐厅的 我们说它的花跟它的瓶身 这是一幅竞品 所以香秀它跟它的大小图案实际上没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只跟它的秀的工艺有关 这一幅是刚刚屏幕上大家看到的 这一幅我是用了80天秀出来的 那今天带了三幅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哎呦我的天哪 感谢 都是自己的心血啊 对 就是它这个完全进入了这种艺术品状态 嗯 它已经不是一个工艺状态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不介绍 这是一个只有一只臂的女士绣出来的 你可能都无法相信 因为这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讲 它是要两只手工作的 是吧 这个咱们坐下来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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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能不能我们先介绍一下 您身体的状况是先天造成的 还是后天的意外导致的 我是先天性的左手残疾 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就没有 对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能不能理解相对于这个后来受伤呢 可能它还有一个这个愈合的过程 所以我是比较幸运的 它用了比较幸运这个词 我觉得能用幸运这个词 就说明您已经完全对这一只手的不存在 其实已经释怀了 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种生活 那么您像我们中国的残疾人八千七百万 对 那不是所有的人一生下来 它都是幸运儿 但我们对所有的生活的追求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觉得它是一种生活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习惯的自然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倔强的人 不服输的人 因为按照您的身体状况 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 可是你偏偏不 就得挑战自己 我没有手 但是我就专注做手工活 应该是出于喜欢吧 我曾经朋友问我 她说凯琪 你为什么要选择做香秀呢 我说我做什么东西不是一只手呢 但是喜欢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我们曾经有一个做手工艺的一个技师阿姨 她是那种靠一条板凳走路的人 就是那种板凳挪一步 她就跟着走一步 那我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手脚比较方便 所以白天就会到处跑业务 晚上就背着产品 推着轮椅 到处摆地摊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就是下雨 我们也有一天好几个晚上 卖不出去一件东西的时候 但是最怕下雨 因为下雨我们连摆地摊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您问我 一只手刺绣它艰难 但是为什么要选 对于我们来说 我缺失的 所以我会更执着 而且我觉得对残疾人朋友来说 做任何东西都艰难 但是我们怕的是没有机会 所以只要不像那个时候 天气下雨 那我们迈不出去活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 无非就是一个坑 躺过去就没有事了 所以您现在的工作就是刺绣 完了以后把自己的作品迈出去 挣钱养活自己 可以这样说吗 这应该是最开始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 现在应该还是不错了 因为现在我也有自己的一帮残疾的小伙伴 那我们都会在一块儿 每天就是为了自己共同的一个喜好去奋斗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曾经清华大学的创业导师曾经说 他说创业很艰难 女性创业更艰难 残疾人女性创业更是难上加难 我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怕艰难 怕的是 就是连艰难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们也不怕就是任何的艰难选择 就怕自己的力量太微薄 没有办法去给予和帮助 那给我做客服的是一个 就是有点老贪的一个残疾女孩 她曾经给我发信息说 凯琴你在哪儿 飞机上真好 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飞机呢 也没坐过高铁 我那一刻的心情就是 我想让她看看飞机长啥样 不是只在电视里 也想让我们那群伙伴走出来 瞧瞧这个世界有多大 我觉得这是我深入骨髓的一种东西 就是可能我今天做的不一定是刺绣 但是我就希望永远有那么一份事业 可以跟我的残疾伙伴同行 短短的几分钟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能量的女人 对 说实在的 就是刚才你跟我们讲述故事的过程 我就在想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灵魂深处 在做很多这种导引的人 可能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不停地给他们 讲述一些思维理论 可能一直都已经在影响着他们 甚至我认为你已经可以完全进入一种讲演状态 我就想问问您这胳膊能做什么 就这只胳膊 目前来讲应该还是没有什么不能做 没有什么不能做 因为我吃饭 书头 基本上它都是我的另外一只手臂 它靠一只手究竟怎么来完成刺绣的 要不这样今天带来了秀架 咱们给大伙展示展示生活当中怎么刺绣的好不好 好的 有请 这个是我接到节目组邀请之后 然后开始秀的 那么到今天的话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就是您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的叫双蚕丝线 穿针影线都是自己完成吗 对 那双蚕丝线您可以看到 它可以分成两股 那么其中一股还可以分成八丝 就跟您的头发绅是一样的 那么它一根是可以分十六丝 这都靠自己来分吗 对 这就是相继的意识 然后您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相绣的一些绣针 是特别细的 那么还有比这个更细的一个针 您一边忙您的 对 我们来比赛一下行吗 交给王冠 跟我比啊 我应该跟你比的 来 你年轻 来 你年轻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主持人王冠 和我们的这个刺绣大王 在比赛穿针影线 现在这边呢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穿针状态 王冠还在那手忙脚乱地找茧子 我也不知道她找茧子是为了干嘛 我可以 我可以弃赛吗 她的这个小胳膊上吧 她还有一个小洞洞 正好能把针放进去 扎着这个针痛不痛呀 您习惯就好 这针是直接扎在这手上皮肤上吗 是的 您是要试试吗 给我吧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完成了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那您就特别有成就感了 好了 我已经看镜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生活当中凯奇是怎么刺绣的 绣这样的作品 其实得有十足的耐心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 慢光粗细活 是 您这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开始绣 晚上睡觉前还在绣吗 一整天 没有 我不会绣一整天 现在我的工作可能 不是以次绣为主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绣 所以您也会教他们是吗 对 因为我们是走过来的 您要试试吧 我 我行吗 可以 您扎着 你穿针都不行 直接上手绣 您可以试两针 这有什么 您看这是 有啥叶子的纹路 那您现在做的是 香绣里比较简单的一个参针 那您用按它的纹路 这个地方扎下去就行 这儿 对 公子再从这儿进来 这怎么找呀 这个地方 哪儿啊 对 这个它从叶子里扎过去 然后从棍那边出来了 再从这儿 我这么看都觉得长一样 我就找不着那个点 没事 您怎么绣都可以 我不敢绣了 您这一幅好作品 别被我这两针给绣坏了 谢谢 好 我们其实就是看一下 日常生活当中 是的 来 来 工作人员帮他们打一下 一些流程 好 在这儿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就是凭借这一针一线 咱们杨凯奇啊 获得过第六届湖南省 职业残疾人竞技比赛的 第六名 也获得过第四届 长沙文创十大工匠金手指 传人的前三十强 今天来到现场上 感谢谁 我首先是感谢我的父母 爷爷奶奶 外婆 我的姐姐 那其实最想感谢的是 这一路以来 所有帮助我 爱我 跟我一路同行的人 今天妈妈和姐姐 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掌声有请 欢迎 来 得起 妈妈其实现在应该 还挺骄傲的 是的 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特别要感谢妈妈 相信从小可能都是妈妈 在照顾着您 是吧 我从小的家境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经常感激的话呢 是需要走很多的三路 我妈妈经常就是 单子一单的那个扁担 箩筐 背上背着我 在累的时候也没有休息过 然后身体不是特别好 经常生病 那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六楼 那我妈经常是把我从六楼背下 上医院去换药 再背上楼 您看她这个身躯我比她胖这么多 妈妈是只有两个女儿是吧 这是我表姐 表姐 小时候这个妹妹淘气吗 小时候是很淘气的 但是她一直从小开始就很独立 现在她一个人在长沙 我们在怀化 她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抱喜不抱忧的 妈妈现在也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您放心吗 放心 她能力很强的 她多大的时候离开您呢 她就是 大概十六岁 你开始打工是在长沙 刚才您有说过 秀完作品开始摆地摊 是吧 从这第一步开始 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团队 来帮助残障人士完成他们的梦想 提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但是这一步步走来 我相信很多的点点滴滴 不是今天一两句话说得那么的轻松 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波折风雨的 我觉得她应该是上天送给我们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叫沉淀 也叫睡月 那当你一路走过来以后 你回忆 你会觉得这是睡月 能够赠予你最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怕说 你的一生都非常的顺遂 然后平民安安什么都没经历过 我觉得像我现在三十多 我已经非常感谢 那我相信当我有一天 五十岁六十岁再回过头来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的人生是有份量 我所有经历过的东西 它是会散光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感谢的 你能告诉我 你们的作品和其他人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从我心理上来说 这是一群人 然后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是一群大家觉得 你缺胳膊我小腿 然后甚至说在 被称为残障人士的一群人 但实际上我们跟大家 我觉得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你走路的速度慢一点 我修花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但是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对象市场 所以最后一样是以市场来检验 其实你们现在很多的作品 都在传递你们的精神 也在推广香秀文化 是吧 对 我在2013年的时候 注册了礼品女孩 礼品男孩 并且以我自己的名字 成立了凯西香秀 我当时是觉得 我特别相信一句话 叫天助自助者 心灵不随身体残障 梦想不应有人缺席 我觉得为什么要叫礼品女孩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秀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礼物 那传递的就是我们这种 我觉得很美好的祝愿 今天看到女儿的成就 有什么话想跟您女儿说吗 鼓励鼓励她 就是我很支持她 她做什么的支持呢 她今天特别选择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合 要当面谢谢你 现在见妈妈的机会 也不是特别的多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把妈妈请来了 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 她基本上属于 把她这一生的付出和爱 都给了我 然后我就特别想 跟我的妈妈说 送给妈妈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有请马肖肖带来 天下父母心 很晚才懂得 想一生的忽悠在身边围绕 很晚才体会你的背影 为了家的幸福 谈黑起草 很晚才明白 你做的味道 走遍世界角落 再也难找 很晚才体谅 眼里的目光 含着泪的话语 只为我更好 为何很晚很晚才知道 天下天下父母心的草劳 天下父母心的草劳 天下父母心的草劳 天下三春灰 今生喝一饭 今生喝一饭 父母爱好才是包中宝 有个三春灰 今生喝一饭 华好才是包中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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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